开心的拿着办法与作者颜维宣 及国父纪念馆馆长王兰森等人合照 已经在国父纪念馆服务数十年的王兰森回忆起 1987年8月内场针对单身禁运 与年满30岁必须离职等不平等契约而采取的抗争行动 王兰森坦言当时压力真的很大 很怕签名联署后工作会不保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很开心自己有勇气参与其中 其实我们当时有很多 我们管理面所谓的这个约顾人员有七八十位 所以后来我们都觉得这个条款实在是 对我们女性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平等的一个待遇 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那时候还蛮年轻的 我们还可以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 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年龄还有我们怀孕 就否定了我们工作的能力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会发起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 这样子那大家当时也蛮同心协力的 所以那我们其实当时也没想到说 我们会影响这么的深远 能有今天的所谓的性贫 这个平等的平等法的一个通过这样 所以我们其实对我 我是个当事人 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这样子 我们当时有这样子的勇气 去勇于对抗那时候的所谓的 那个不平等的一个待遇的勇气这样子 压力大 那时候压力很大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先 我没有请教过专业人员 他们就请我们说先连署这样子 可是其实大家都有犹豫 包括我在内 我们大家都很怕 对不对 那个年代 我们大家都很怕说 万一我签了名 搞不好我马上就没有工作 可是我们大家都还是鼓起那个勇气这样子 为了纪念这起台湾女权运动史上的重要事件 国父纪念馆方面 特别邀请漫画家颜维轩 创作这本 晋级吧 花样正义 希望透过漫画方式呈现当年国父纪念馆57名女性服务员 争取工作权益的真实历史 在1987年的时候 国父纪念馆的女性同仁 特别为自身的权益来对抗当初的 这个政府体制里面对女性员工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事件里面 我们这些很优秀的 女性同仁们当初为自己的权利 为自己工作上面有很好的表现 来特别争取自身 能够在公家机关里面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那时过这么多年 那我们现在的同仁们特别利用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把它用年轻人 现在实际下年轻人最惯常用的方式 就是画手漫画 甚至漫画之外我们还跟很多媒体相结合 把它公布在各种电子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 用这样的一个漫画跟现代网络的结合来宣扬这样的一个理念 日式漫画风格融入时代元素 擅长刻画人文温情的作者 原为宣期盼发挥漫画独特的力量 让年轻人认识这一场 触发职场性别平权立法运动的抗争行动 我有想过说怎么样会让大家觉得 是这个是一个比较 没有那么相对来讲的话 比较没有那么严肃的故事这样子 所以是用了比较 清静的话 就会让人觉得比较清静的 那个日本漫画 没有类型的画风 然后但是就是稍微的把 再把就是那个时代的元素放进来里面 然后做的 我觉得就是沟通的对象 我希望是比较年轻的人这样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说 可能到我们这一代 大家也都不太知道这件事情 漫画最后还加入了照片文献等史料 希望协助读者进一步了解 当年抗争事件全貌 我其实比较定义自己在于说 就是我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件事情的关注 那后续会有一些比较偏向说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时候 能够有资料可以看的话 我们会把它附在就是后面的地方 然后让读者可以了解说 当时发生事情的顺序到底是怎么样子 这样子不会说就是只停在一个很简化的 很戏剧化的事件里面就结束了 除了推出国父纪念馆首本漫画 台湾女孩日系列活动还包含说绘本故事 原住民舞蹈表演 及高达400组摊位的岛佛李座绅士集等 晚上更在园区举办文子电影院 透过一连串的活动 为温柔坚毅又勇敢的全国女性喝彩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